什么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为什么我想做的事情 别人都不支持呢 别人不支持的话 我该不该放弃呢 坚持了就一定是胜利吗 其实我不总是个搞笑的人 我是十二年前 因为读书来的北京 并没有特别惨的遭遇 值得在这儿说 我心里隐约知道 自己能干点事 虽然又真不知道会是什么 虽然今天的我 肯定不是我来北京时候 想要成为的那个 可也就是这十二年间的 每个选择和决定 让我活成了今天的样子 我只是坚持 坚持给自己暗示 不放弃 在最无趣无力的日子 也要对世界保持好奇 谁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的搞笑是百无聊赖时 脑中自然浮现的荒诞念 出口低俗的内容 是生活壮强时 拿来逗乐自己的 然后我发现 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 生活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在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还有多远时 只管跑就是了 未来是什么样 交给未来的自己回答 我们都不用为了天亮去跑 跑下去 天自己会亮